好 继续来看到0403呢 花莲强政是重创了严重的吉安乡中华路的麦当劳 被县政府呢是列为强制拆除的立即性围楼 那么13号拆除作业是已经开始了 也将对台九丙县中华路二段进行交通的管制 那么车流往台九线转移 但这也让花莲市区上下班的尖峰时刻出现了严重的塞车情况 路口摆放三角锥道路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花莲吉安中华路麦当劳13号开始进行拆除作业 拆除作业的进行必须对来往市区跟吉安的重要干道 台九丙县中华路二段进行交通管制 车流将会往台九线转移 将会造成花莲市区在上下班尖峰时刻的塞车情况更加严重 高度上面我们希望再往上提高 所以除了这个封路管制 跟先做这个相关周边公共设施 包含耗置路灯的这个临时的移除之外 那台电的断电也在昨天也完成了 那这个填土方的作业 接着应该会进行 大概需要两天的时间 来做这个前置作业的准备 那之后就会正式进行拆除 那大概预估工期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 拆除现场大型吊车以及怪手统统进驻 0403花莲强症受创严重 花莲家麦当劳被县府列为必须强制拆除的立即性围楼 先前施工单位就已经进行前置作业 目前预估施工的工期是从5月13号到6月2号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 道路封闭期间 警方将加强交通疏导措施 也呼吁用路人提早改道